我覺得從過去的幾個民調裡面來看 確實他第一波裡面的去爭取年輕人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過去來講 比起尤其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黨內初選的時候 不是國民黨整理了很多的民調嗎 從每一份民調裡面去看 郭台銘都比侯友宜能夠爭取年輕人 那如果再放大一點點 柯文哲也比侯友宜能夠爭取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侯友宜來說的話呢 他現在第一波出來的這些人 以這個七八年級身為 他最主要的一個形象 來來說在第一排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他可能必須要去遮取年輕人 因為對相對來說 他的中高齡 他的支持度是比較高的 他必須要去拓展 他沒有辦法觸及到的這些年輕的選民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你只有拿第一排的 這些可能的發言人 來作為一個形象包裝是不夠的啦 我真的覺得 你政策一定要接下來出來 因為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對於台灣未來的狀況 真的是很徬徨 尤其是你看到現在台灣的狀況 我就說你不用等到戰跟合了 你光光是喊到可能要戰爭 因為風險而帶來的國力的流失 就夠你受了 現在你說你該進來的不進來 很多外資不進來 很多投資不進來 很多工廠不進來 不該走的都走了 人才也走了 很多的資金又往外流了 我們連我們的護國神山群 能夠分散風險的都分散風險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事實上在 你戰爭還沒有發生之前 你可能都已經萎縮到某個程度 你這個國家本身的國力就會出現問題 那台灣為什麼能夠在過去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在國際舞台上面能夠有位置 能夠有角色 是因為我們真正的經濟實力 當你經濟實力不在的時候 當你老百姓沒有未來的時候 當年輕人都覺得說 我出去不要回來了 我多少朋友他們的孩子 現在都送出去 不打算回來了 真的不打算回來了 那唯一最近這段時間 回來的是為什麼呢 因為要當兵 快點回來當四個月的兵 免得未來要當一年的兵 所以你去想像這樣子 這一代的人的下一代 所以台灣的下一代 還會有未來嗎 所以我認為對侯友宇來說 如果他真的想要去展現 所以我們剛才透過民調裡面 看得到的 事實上民進黨 真的你不能夠再容許 他用意識形態來操作 掩飾出他這個執政無能的 這樣的狀況 但是重點在於說 侯友宇必須要拿出更多 更多的願景跟實踐的路徑圖 跟做法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 先講那個美麗島電子報 因為現在到目前為止 也只有一家的這個民調機構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 跟其他人都不一樣的 我覺得民調參考可以 但是因為一個民調 然後就說不行不行 那個這個侯友宇不行了 然後五月十七號才做 這個提名跟徵招 還不到半個月了 然後就開始在講什麼換猴 那很多人講說 這個黨中央是不是下了封口令 這個是違反黨內民主 什麼叫違反黨內民主 我認為黨中央本來就應該 下封口令 我直接在這邊講 提名才不到一個月 半個月都不到 然後一個民調 然後大家就這樣子 民心患散 然後整個的那個失魂落魄 然後就說什麼要換猴 莫名其妙啊 這樣子黨還會有人尊敬嗎 所以我在這邊直接呼籲黨中央 就是應該下封口令 你這樣還要選下去嗎 在四年前這個 不是四年應該八年前 那換柱的時候 當時很多人都以為說 一定要換柱喔 好不換柱啊 趨立委選不下去喔 等等之類 那換柱之後結果呢 選得更慘 就是慘到 這就是一不仁足毒 所以如果說 今天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呢 一點這個大家那種士氣 都沒有辦法發揮 然後就開始確戰 然後說大家就開始來講 什麼換猴不換猴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是民進黨 老實在我也不怪他們 他們本來就是見縫插針嘛 如果今天是一些綠營的 這個政論節目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辯護 如果你是國民黨員 你要幹嘛呢 請問你要幹什麼 所以我直接說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在這次選舉裡面 整合的重要 可是如果今天 國民黨可以淪落到 一人一把號 還可以自己這樣 自家人這樣扯後腿 那真的是不用選了 所以我老實講 我支持黨中央下方鼓勵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